大家好,我是入眼行者 这两天您看股票了吗?是不是跌的有点惨呢? 尽管每年都有所谓的圣诞行情觉得会好 但是因为现在因为受到疫情又加重的影响 而且还是个变种病毒 美联储这边经常说的话自己都打脸 所以说您说在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都不太明朗的情况下 股市和币圈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在股市里边哪种人一定亏钱 也算是一个年终总结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记住哦,您每周的点赞量 就是我每周的购买加密货币的总数 这个活动咱们进行到年底 2022年咱们重新来记 所以还有两三周的时间 大家一起要努力点赞哦 一个赞就是一块钱 好了,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吧 这两天股市确实跌的比较惨 我不知道平衡前的您是不是有点悲伤呢? 反正我不悲伤 我又没亏钱 一比一万 开不开心 不开玩笑了 和大家来总结几种一定在股市里边亏钱的人 第一种人呢,就是首贱的人 对,就是首贱 因为我可能这个视频比较激动 说起来也可能会比较极端一点 但是呢,其实用意是好的 我说这个首贱的人 就是他脑挨去动 早晨一醒,就看这个股市 甚至有些人大半夜一点 因为咱们是美西嘛 就直接订好闹钟 开始看股票了 盘前盘后 咱都得看 然后呢,您看不打紧 您还得操作 越操作越输钱 所以呢 我就把它总结成 首贱的人 就是你控制不住你自己啊 因为我之前和大家分享了 我说过 我看过一个人写的非常好 他说的非常的直白 就是说咱们股市啊 每个人的投资策略 投资组合 都是一块肥皂 你越去摸它 它会变得越来越小 这句话说的真的是对的 不管是我个人的经历呢 还是我看别人的经历 这句话真的是说的 百分之百正确 不差分毫 所以我觉得每天您控制不住 要去玩手机 要去查这些行情 要去查这些股票 我觉得给您一个建议 您不如退出股市 然后来做一个像如远行者 这样的YouTuber 或者其他的一个自媒体的博主 因为你每天有干不完的事 我觉得这样子 既可以满足您自己的屏幕时间 而且说不定 你还能挣更多的钱呢 那在说第二种人之前 我要和大家说一下 现在您在网上搜 在股市里边亏钱的都有哪些人 很多人总结了 有一个叫追涨杀跌的人 我个人不觉得追涨杀跌会让你输钱 而是像我刚才第一个例子举的那样 频繁的追涨杀跌 那基本上是亏钱的 如果在股市里您是一个长期持有价值股的人 追涨杀跌我觉得恰恰可能是一个更好的 让你的盈利更大化的方式 那网上还有另外一种人说跟风的人 其实跟风的人 我自己并没有把它列入在股市亏钱的人的行列当中 因为有的时候您恰恰就是要跟下风 比如说在2020年的时候 比特币忽然暴涨了 您跟不跟风 如果说您那时候跟风了 您也挣钱了 比如说在2020年的时候 特斯拉暴涨了 您要跟风 您就跟对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不论是追涨杀跌 还是跟风的人 要看情况 所以我今天就不和大家总结这些网络上所说的这些了 那我和大家要总结了 不能碰股市 甚至不能碰币圈的第二类人 那就是完全不看新闻 没有任何方向 没有任何主线的人 那这种人呢 其实如远行者之前就是那种人 我从小都特别讨厌看新闻 特别讨厌 我就上了理工科 结果理工科大学毕业了之后 进入了北京电视台 我负责的是新闻频道 你说瞧不瞧 瞧瞧他妈生瞧瞧 结果现在呢 继续和大家分享的各种新闻 所以我这个讨厌新闻的人呢 当然在新闻当中也获了很多的利 那获得这个利呢 就是我大概了解了 这现在发展的一个前沿 可能在政治上 我并不是特别敏感 但是呢 可能对一些新兴的科技类的东西呢 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您是一个 对这个新闻 或者说宏观经济完全不了解 甚至完全不去了解的话 我觉得一定一定也不能碰股市了 因为您上去一买肯定就买一个 您觉得以前是大公司 结果永远不可能再涨上去的股票 这种股票您就算长期持有 也不可能挣钱 而说实话 在现在的21世纪 这样的行业更新迭代是非常快的 您如果完全不了解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前景和动向 以及政治方面的一些调控的话 很容易输钱 那我现在要说的第三类人群呢 就是很明显想赚快钱 心态瘫的人 这种人呢 真的不适合去玩股票 我觉得怎么测自己是不是心态瘫 怎么测自己想不想赚快钱呢 我觉得特别好测 您喜欢买彩票吗 如果您是一个经常买彩票 并且喜欢买彩票的人 我觉得您就属于那种喜欢赚快钱的人 其实本身你在买福利彩票的时候并没有什么 因为福利彩票很便宜 您就进去玩一玩 如果能撞上了 那就是撞大运 但是如果说您抱着这样的心态 或者说您潜意识里有这样的行为的话 您在股市里边一定是会输钱的 因为股市里边的诱惑特别大 如果说您在里边玩着玩着股票 您发现了期权 您后来又发现了期货 这玩意儿玩起来 您亏的可就不是仅仅是哭叉子了 烦死了 那么其中的另外一点 就是心态贪想赚大钱的人 很多人呢就是 我觉得我现在有一千块钱 我进去我就发誓 我要在两个礼拜赚他个两万 这翻了多少倍 几十倍了 但是确实这样的人呢 也是大有人在的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你自己是不是这一类人群 给大家说一个方法 你会去赌场吗 你可能不会去 但是在去拉斯维加斯玩的时候 你有没有很手痒痒的想进去玩一下 或者说一玩起来就不想走了 如果您有这样的一个潜力的话 或者说您有这样的一个潜意识的话 我建议您也是不要玩股票了 因为你在潜意识里边 肯定有瘫的一个这样的东西在里面 很容易在股市亏钱 同样的道理 就是您可能有一千块钱 你就期望着用这一千块钱去赚十万块钱 而且是在一个短时间之内的 而且您本来就玩的正股还好 结果动不动就上期权了 您说这个网上大家都说 期权这么挣钱 但是我想说的是 期权如果您玩不好 您输钱的概率 可比您赢钱的概率大多了 而且输的量也是非常大的 我今天说的这个视频一改往日的风格 可能说的比较激进 但是请大家记住 我尽管说的比较激进 我并没有要诋毁 或者说给出任何投资人 任何负面的评价 我自己也是一个散户 您也是一个散户 咱们就是相互交流 我只是觉得 我今天说的这些人 在股市里边百分之百 是一定会亏钱的 所以也是分享我自己的经验 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大家不要激动 这里就说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就是爱在网上 看各种视频 看各种新闻 看别人怎么买 别人怎么推荐的人 尽管我是一个这样的博主 我也会经常分享这样的新闻 但是没错 您如果说每天要看 各种不停的新闻财经博主 去看他们怎么买卖股票 去看他们怎么分析市场 然后再看这些所谓的新闻 其实也都是一些财经类的写手 写的一些文章 如果您是一个喜欢看 并且经常看 每天花大量的时间 看这些东西的人 我建议你停止炒股 也停止炒币 就肯定会输钱的您 虽然说我是这样的一个博主 我和大家说一下为什么 就是其实每一个博主 不管在怎么解释的时候 他都不能跳脱出自己的生活圈子 不管是自己的成长圈子 还有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 都是定向的 我不可能跳脱如远行者 认知范围之外的东西 来和大家分享 我所分享的一切 都是在我认知之内的 可能我认知之内的这些东西 并不足以让您赢钱了 而且相反 有可能让您输钱呢 如果说你每天看各方面的新闻的话 到最后 您都会自己没有了主见 然后做出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跟风 这个跟风 并不是跟随时代的潮流 这种trend去投资 而是您自己完全没有主见了 最后就是别人说什么 我自己就买 当然很多的财经博主 还有财经写手 都是很用心的 来和大家来分享的 但是有时候说着无益 听着有益 可能他的认知 和你完全没有任何交集的话 他说的一句话 可能并没有什么 但是您听了 最后可能就会损失很多的钱 最后您来骂这个人 其实人也没做错 在人家范围内 人家觉得说的是对的 所以这里就要说到 真的是不要去相信网上的各大德 包括我说的这些东西 因为我的投资金额 和我后面能补仓的金额 跟您绝对的不一样 我相信很多网上的人 会喜欢相信那种所谓的大博主 我有20万的本金在这里边 我有100万的本金 在我的账号里边 我就分享我的账号 告诉你我的投资策略 如果说您恰好 只有100万 您去跟随这个博主的话 那如果说这个博主身后 人家有一个亿的钱来进行补仓 那很明显 他的任何策略都不适合于你 那再举个小金额的例子 比如说人这个人 有1万块钱的本金 在股市里边 人就说我就用这1万本金玩 但是人家的一个重点是 我不管输赢 我就这1万块钱输没了 我服 我认 但是我也不会再往里加钱了 那这样一个心态的人 所做出来的投资策略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您也是同样的1万块钱 当输钱了之后 人家还是坚持用这1万块钱的本金来玩 可是您呢 还在往里边不断的加钱 那您这样的一个行为 很明显就不能用人家的投资策略了 所以说您想跟单的时候 一定要看对方跟您是不是完全的一样 包括起始资金 包括后备资金 那说到这里呢 其实主要说的原因就是有两个原因 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在底下找到了我的微信联系方式 加入我微信之后 说老师我想跟单 就是我可不可以抄你作业 是这样说的 抄作业 我是真不敢给您抄 就是我这个档次 我知道我是什么能力 我也知道是什么档次 所以我也不敢给您抄 所以大家也不要再问了 那另外一点也是因为 其实有的时候 大家特别容易被这些网上所谓的人说 这个一定赚 然后就跟着去买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会跟着买 因为有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人在说话 就是说这个一定涨 这个一定涨 巴拉巴拉说一大堆 其实在我自己脑海里呈现的 这些人说的这些股票 要涨的这些话 翻译成我自己能听懂的话 就是大家快来看 这有一刨屎 但是这刨屎是意大利进口的巧克力味的 你得试试 结果您猜怎么着 我可能说那是屎 我不吃 但是您说巧不巧 就有人 诶 巧克力味的屎 那我得试试 诶 真的是 试完了之后还说 诶 还真有点巧克力味 等到第二天拉肚子的时候 把这个人骂死 说你这个骗子 巴拉巴拉 所以在这里就是和大家说一下 耳根子软的人就别玩股票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了 当然如果说你想要继续玩股票 想和如远行者一样 采取主要用定投的方式 也可以使用如远行者视频下方描述栏的链接进行注册 无论是老虎证券还是微妞证券 都是有中文版的 而且年底开户的话 福利还是不错的 当然Robinhood还是M1finance 还有Acons都是英文的 我觉得这种不在乎哪个语言的话 都可以随便的选择 这些账户我自己都开了 反正至少说我现在用着 我觉得都还蛮顺手的 我还是挺推荐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